校園滿面的主席 秀慧社長還有總獎評 各位獎評 各位在座的學員大家晚安 晚安 說八卦很容易吧 但是呢那又說就是講好口才容易嗎 不容易 不容易 那口才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很重要性呢 那今天我要來講評這兩位學員 然後給他們一些建議 第一位是碧珠跟齊龍兩個都很優秀 他們的聲音都非常的非常的穩 而且講話的聲音也很清楚 這是他們的優點 那在碧珠來講 他的颱風完全都沒有那種緊張的感覺 然後笑容 很有笑容 表情很好 他的 剛開始的時候是因為沒有破疾 便是小一件 可能是因為已經一期沒來了 可能已經忘記這個程序了 下次就記得要先破疾 那剛開始的時候你的手的姿勢都有 但是你剛開始可能是不是緊張 所以你剛開始是先這樣子 然後後來你才放鬆 所以下次可以的話 你就是很自然的去做 你剛剛你內容有提到說 聽驚一行話 勝券萬讀書 因為你沒破題 你沒破題 我希望你可以把這個破題拿到最前面 然後你在你的內容當中講得非常好 你講到紀小蘭的故事 當你在迅速這故事的時候 因為你的故事是很深度的 那一般我們可能在聽的時候 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有解釋說 譬如說太守二千段 讀工簾跟讀工坦灘 你會做一個解釋 我覺得是相當棒的 這個給各位一個 這樣的一個敘述是很棒的 那你在這個和的部分 你做到再回到用勝刀萬卷書 告訴大家 我覺得你的整個架構是非常完整的 我覺得你講得很棒 然後還有小小的一個建議 就是服裝方面 這個盡量是著裙子或者是套裝 這樣的話就感覺上比較更正式 好 接下來我要講這個齊隆 齊隆很棒 第一次上台就可以這樣講到三分三十秒 真的很不容易 我當初第一次上台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 當三分有沒有 可能有啦 因為那時候有做準備 你是沒有準備 你自由 剛才有講 但是我希望你說沒準備 這個是可以不用說的 或者是說到最後結尾 你有說到此為止 那個都可以不要說 因為你今天是來演講 那部分就可以不要說 那你在 剛才有講的笑容很棒 你的眼神你有環顧 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因為這個部分可以多學習 然後在 你在身體上方面有一個建議 因為你身體好像有點起 那你在 因為男生的話通常是 的腳是要跟這個肩膀 大概站同一個環度 你是有點這樣子 所以你的身體前傾 感覺上有點怪怪 所以下次可能感性一下這個部分 你今天表現很棒 是因為是第一次 然後服裝方面的話 可以打個以待 然後你的口頭盤有 我數一數有16個以上 那個 相信下次你再來講的時候 一定可以把那個再收掉 就是可能會更好 好 那口才的重要性 為什麼我們會來專研社 就是因為要學口才 學表達 然後把我們所講的告訴大家 能夠讓大家每個人都可以 有這個福氣 好 今天的講解就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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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